花莲远雄海洋公园为了欢庆20周年 特别以All New Smile展新的笑容为主轴 规划了年度系列活动 首播登场的就是Shining On 闪亮新未来游行 带来全新的歌舞表演 加上零距离的互动体验 让家长直呼不输迪士尼 轻快的乐章搭配上舞者 充满活力的舞蹈动作 吸引不少家长及小朋友围观 纷纷拿出手机要记录下来 这是花莲远雄海洋公园 为了欢庆20周年 所推出的Shining On 闪亮新未来游行 不只打造全新曲目 包括服饰 花车及表演形式 也都是前所未见 很棒啊 对 因为我们之前也参加过迪士尼的 这一次我觉得可以媲美 就是日本的我觉得很棒 对 可以下次就是大家一起来同乐这样 那现在还要来啦 对 如果想要留下难忘回忆 海洋公园这次也开放 身高低于110公分的小朋友 一同搭车参与游行 每次只有12个名额 可以跟着吉祥物和舞者们 有更近距离的互动体验 除了小朋友开心 家长们也会多出将近30分钟的放风时间 从19年开始 我们针对今年的20周年 我们也开始做了一些新的show 有新的场域甚至新的游行的一个更新 目的也是为了迎接我们的20周年以后 会有全新的课程 不管是交通上的便捷 或者是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改变下 我们希望整个花东市场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势接收到这批 比较蓬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调整这样子 我们上面有一个海底王国 上面有三个游乐设施 我们会全部更新 全部拆掉 全部更新 然后整个区域也会做一个主题的调整 预计在10月份会进行封管 然后在明年的春节前会开幕 我们希望等到20周年 尤其是这一波疫情后 游客再进来看到的海洋公园 是一个全新的海洋公园 而接下来海洋公园 以All New Smile 崭新的笑容为主轴的系列活动 也将会持续带给游客更多不同的全新体验 记者徐立芹收风向报导